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今星期的《投资理财天地》 Simon 你上星期开始跟观众分享五个不同的提示 关乎政府的住屋瘦身计划 我知道你今星期还有五个跟大家分享 上星期开始当我们的住屋瘦身计划的十个提示 大家知道住屋瘦身计划是政府鼓励老人家大屋换小屋 记住我们很多时候说大屋换小屋 其实小屋换大屋也可以 这是一个很怪的 大部分都叫大屋换小屋 你剩下的那笔钱就可以给你每一个人有三十万的配额 就去供入去你那个退休金里面 好像是我们当是non-concessional contribution 但是其中的法例就是和退休金的供款很多时候完全相反 这一集就和大家继续剩下的五个提示 Simon,第六个提示就是关乎供款的时间 对吗? 对,供款的时间是不可以错的 规则就是settlement之后 就是整个物业是完全过了手之后 90天 这个又很可圈可点 90天再加上其他条件 你就要控制 在这90天里面 假如你是7月30日计划了 你有三个月的时间给你去供款 你不要忘记很多时候 由于settlement之后 你的钱未必是完全一笔 还要还银行债 他给这90天 你可以供无数次数进去 比如说你有三次的时间供进去 在这个安排里面 你就要考虑到另外一点 就是你够不够税数 可能你settlement那天的时候 你六十四岁零十个月 你是不符合这个条件 那怎样做法呢? 你就等到你在这90天里面 是哪一天你到65岁的生日 你就跟着那段时间供钱进去 这是正确的做法 那供钱进去 是否这么简单就射一张车就供进去 如果是这么简单就好了 政府给你这些优惠的话 射一张车进去 不是这么简单的 那如果你真的要做的时候 记住有一张是down sizing form 这一张 form是澳洲税局出的 也有很多东西填的 那你就要填了这一张 form 交给退休金的 trustee 你有几个困难要去跳过的 第一就是你的退休金的 trustee 那个监管人就必须要明白 他怎样操作 那根据我的经历和我的经验 很多时候有些退休金里面 打工的朋友 根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那你送进去的时候 他都不知道怎样处理 那你很多时候还要带着他怎样做 那自管退休金就容易一些 因为自管退休金 你那个合资格的会计师 可以带着你怎样去做 那第八个提示呢 如果你用着到这个计划的话 可能影响到age pension 或者老洋金 没错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因为你没错 在这个住屋秀新计划 容许你将一大笔钱 供进去退休金 若不是 可能以前你根本做不到 那供进去退休金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就算你把它放进去定期 你是用自己的名字 和退休金的名字 很多时候在退休金 你是在税务上有很大的优惠 尤其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已经有一间屋 在外面收租的 而租金本身就是taxable 要给税的 那你的税率可能30% 或者其他的收入 那你在退休金里面 是零税的 是完全不用付税的 那就很大便宜 所以很多时候 这个住屋的秀新计划 其实比较有些资产的朋友 应用来说是便宜很多 10万就供进去退休金里面 拿那个好处 对什么人要考虑清楚未必好处呢 就是你拿很高的政府老人金 那你拿政府老人金的话 你若是自己住的那间屋 是不当资产的 但是当你是卖走那间屋 虽然在税务上有好处 但是在资产测试上 它是当你是资产的 这个就问题了 这个会影响到 你拿老人金的数目 会减少了 那变了很多时候 我经常都跟客人说 就是这个计划 很多时候适合 是不领取或者无需领取老人金的朋友 若是你拿着老人金的话 你要坐下 真的跟你那个会计师或者理财师 就是计一计一条数 到底你着不着数 而去用这个计划 第九个提示 就是大家要考虑 遺产的计划方面有没有影响 没错 我们在这个节目也说过很多次 就是在澳洲来说 在理财上一个很大的范畴 就是如何安排遺产 或者遺族和遺产上的安排 在这方面 就是我们这个住屋首身计划 亦都需要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 由于 在由于供款进入的时候 政府是当你是NCC 我们叫做Non-concessional contribution 不是给了 即是不需要给税的钱供进入的关系 就是你在遺产上是当那种方法去处理 那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要记住就是 当你的钱是退休金 尤其是大家打工的时候 政府强迫的退休金制度 由雇主帮你供9.5%用去那些 是我们叫textable component 那么这个范畴呢 若果到你去世的时候 这笔钱不是去到你的dependent 即是你附属的手上的时候 是还要打税的 这一点是很多人都还不知道 在这个住屋秀身计划 若果它进入到退休金的处置方法 是NCC的处置方法的话 你是不需要打税的 换句话来说 当你这笔钱你过世的时候 是为留给你已经成了人的儿子或者女儿 这笔钱是不需要给税的 记住了 你成了年的儿子和女儿自己独立了 不是你的financial dependent 不是你财务上的附属者 你很多时候 你以前是雇主和你供的退休金的部分 是要打税的 记住这一点 Simon 最后的提示就是 关乎退休金的上限额 没错 其实我们不可以说是退休金的上限额 我们可以说是养老金的上限额 就是我们在pension方面 政府在这一两三年 引进了160万的上限 其实就是搞到很多人很不开心 这个160万的上限的意思 就是在养老金 但pension的时间 它只能给你160万 所有收入是零税率 是不用付税的 而退休金方面 其实你一样是没有上限 你依然还可以有很多钱 在取休金里面 享受大约10至15%的税率 如果你个人的边制税率很高的话 其实依然是值得的 因为个人边制税率可以去到49% 47% 遲些就会变成49% 另外一方面 就是在供款进去的时候 你是不受这个160万的上限所决定 换一个话来说 就算你已经过了160万 你在这个住屋秀新计划 依然还可以供钱进去 搞到公内的退休金里面 享受10至15%的税率 最后呢 我有点想和大家补充 就是关于90天的限制 其实就是在统层之后 90天你必须要供款 里面也有点弹性 弹性是什么呢 比如说在统层时 大家没有忘记 个个人只有65岁 如果你身体健康上有问题 忽然间你有病 入医院 难道入医院还要去 死了死了我还有90天 就是可以向税局申请 另外呢 比如说你在那段时间 不要忘记 你还搬屋 你说卖走一间屋 你要搬屋 很多琐碎的东西 再加上 家里有人过世 这些突发意料之外的事 其实是可以向税局申请延期的 通常税局都会给一些长一点的时间 你去做这个住屋秀新计划 今天一月份 在瑞士达沃出席的世界论坛 竟然见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主要首脑 这是很少见的情况 美国不要说它了 看回欧洲 欧洲基本上三个最主要国家 法国、英国和德国都有它的问题 法国由于总统Macron本来想加油价的关系 而搞到黄背心的运动开始 而到今时今日还是没完没了 Macron根本就是 认真看着自己的内部照顾不下 在另外一方面 德国 法国黄背心运动已经蔓延到德国的铁路 那里 Angelo Merkel由于难民的问题 亦都令到民望低企 搞到他已经说 再无意思下一次选举的时候继续连任 那 德国是整个欧洲的主要领导人 铁梁子都说不再玩下去了 而在英国那方面 文翠山、Teresa May 由于脱欧的问题搞到焦头烂压 在党里面差不多失了信心 那他能不能够捱得过未来一两年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基本上也是自顾不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知道 欧洲正是多时之秋 在经济方面 不会有什么良好的表现 大家应该要注意 时间差不多下个星期 在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